陈统领 陈统领 这个孩子叫宋明磊 是按您的要求收来的 你想干什么 走开点 齐放 齐放 不要这样 这一路给颠的 俺的屁股都摔成八瓣了 妹子 你哭什么呀 离他们姐妹俩远点 你别误会 俺就是 就是想安慰安慰这个妹妹 好 哪儿呢 原家若是你不去 那就只有碧莹去 我去 到你了 到不处 不知这位妹妹怎么成火 又怎么会被招到这里来的 我叫姚碧莹 月初家乡闹瘟疫 我的父母双亡 舅舅 就把我送到这里来了 我想我娘 陈统领 这是最后一批孩子 先前的那几批孩子 都已经由沈昌宗将军 带回原府送交给侯爷了 再加上这三个孩子 需赶紧启程了 窦家的人 紧跟在后面 看来 这六字就是这六个孩子 没想到 这六字之中 为帅的 竟然是个女孩 看你满身玲珑 便知你出身显贵 少在我们穷人面前假猩猩 不要这样 而这为侠者 那欺负女孩子 就是你的德行 秦芳 秦芳 放开 别这样 放开 小娃娃 秦芳 秦芳 你的脾气爆得很呐 你是谁啊 关你什么事 小娃娃 跟我走 我不走 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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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真人 秦芳 秦芳 我要追了 秦芳 你且告诉原侯爷 贫道且将这桀骜的小子带走 好生调教 待时机成熟之时 此子可堪大用 能收服此子者 便是六子之心 原家之刑 是原子还是孽 就要看造化了 什么叫造化呀 我不知道 小芳就这样走了 只要我们还在 他就会回来的 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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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大人 窦家一部分杀手 往这边来了 怕是冲着我们来的 敌着我寡 窦家的人 也太嚣张了 陈大娘 我有办法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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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将军 是最前面那辆车吗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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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 他会追那辆马车 虚而实之 实而须之 尽量快点 拖不了太久 驾 驾 驾 这春梅都有些蔫儿了 我替娘亲出去采点新鲜的回来 别光顾着为娘 别光顾着为娘 非白长大后要好生孝敬爹爹 你爹爹外出办事 今晚就能回来了 明日我们一家三口 一同去山间赏梅如何 你 人家三口 我 都不能在乎 你 你 都不在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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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锦绣 陈大娘 锦绣发烧了 能不能把车停下来 我去给他找水降温 停车 爹爹说过 梅花青头木立气肺 去谈用这上热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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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 人 腿好疼 кой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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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